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四的KTL搜寻节目时间 我是屈永燕 疫情令世界封关了三年 今年开关后 很多人第一时间做的事就是去旅行 除了香港人一贯喜欢去的日本、韩国、泰国 在社交平台 我看到很多朋友去了内地自驾游 尤其是新疆、西藏这些自然风光美得绝的地方 无论是开车或是坐高铁 走在中国的西北或西南 我相信你除了惊叹、沿途、风光之外 一定会深深一个问号 就是说这条路究竟是怎样起的呢 没错 无论是青海、甘肃、新疆 或是贵州、云南、四川、西藏 汽车或是火车穿越的 是群山、麦林、急流、浮礼、沙漠、戈壁、高原、雪域、高海拔等等 什么地势都有齐 任何形式的天险 我们都可以一一克服 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或是铁路 中国基建狂魔之名 实在是当之无愧 不过在拥有先进仪器和环境下起路 能够成功主要是靠技术和智慧 但是在什么都没有只有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起路 能够成功就是要靠勇气、胆息 最重要的就是奉献精神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讲的故事 就是我们成为基建狂魔之前 在一窮二白的情况下 一班伟大的鲜烈 怎样用生命去促成西藏人一条生命之路 川藏公路 川藏公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险进 亦是最靓的公路 是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它的险不是说你驾车在路上危险 而是这条路行经太多的天险 不过亦因为这样 你可以在公路上看到最靓的风景 包括雪山、草原、冰川、雨林、峡谷等等 它亦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震惊世界的公路 亦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公路 最险的公路和最难建的公路 而当中更加有三千多个官兵和民工 在修路上献上宝贵的生命 川藏公路其中有一段叫做路江大桥 今天经过你会发现有个奇怪现象 就是所有洗经这条桥的车都会在这里享安 桥上面亦有武警全天候把守 路过的人更不可以在这里停车拍照 这个齐齐享安的举动到底是什么密码 这条桥又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原来在路江大桥旁边 有一条和旁边的风景格格不入的旧桥椅 里面藏着一个英勇牺牲解放军的尸首 所以即使大桥在1988年再重建 其他的桥椅都拆掉了 但为了纪念这位列士 这座特殊的桥椅就被保存下来 成为了聪立在滔滔江河上的悲壮墓碑 以后每一架洗经的车 每一个走过的人都会以享安作为对英雄的敬礼 1953年一个解放军的战士在收据这条路江大桥的时候 因为做得太累在高处不小心跌下正在搅拌落石屎的运营土桥里面 由于其他人都身处懸崖的高处 儘管大家发力扯一条绳把他拉上来 但也不及运营土的力大 结果众人只能眼巴巴看着这位战士被运营土迅速没怀 战士只能流着泪将他留在桥里面 而最悲惨的是这个牺牲的他连名都没有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因为当年收据兵团超过10万人 那时的条件很艰苦 一日人来人往没有完整的开工纪录 所以很多牺牲在路上的 都是好像乔等英烈一样的无名事 至于为什么这么困难都要开作这条公路 就要由建国的历史讲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 但当时的西藏仍然是奴隶的社会 解放西藏的龙奴是当务之急 但问题来了 位处偏远西部的西藏 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公路的地方 由内地去到西藏只能够骑女仔、骑马通行 走一些崎嶇的小路 远途又满步冰村、激流雪山和峭壁 往返一次随时需要一年的时间 1950年为了和平解放西藏 中央决定收路进去西藏 并在1954年年底前建成这条路 这条路要穿越14座中年积雪雪山 13条江河 和很多远超想像的恶劣自然环境 还有当时国家很穷 收路工人手上只有极其简流的原子工具 没有任何的机械设备 一切只能用人手来挖掘 那么艰险 国家又那么落后又那么穷 但为什么都要收路呢 因为有路才有生天 西藏多年贫穷即弱 源于长年与外界隔绝 没有公路通出其他省份 加上西藏的战略维治和国际影响力 极其重要 为了完成统一的事业 1951年 一条由四川雅安开往西藏拉萨的公路正式动工 历史四年才完成 这条公路和川康公路合称为 川藏公路 为了捉建这条长达2000多公里的公路 在修建时 一共牺牲了3000多个战士 平均每件一公里 就牺牲多过一个战士 为了节省时间和开支 川藏公路的施工任务 按着就近安排人手的原则 交给刚刚在四川打完成都战役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野战军的18军带领 加上两个施工局 和大量的藏族汉族民工 一共有11万人 1950年 他们手拿着铁锤、铁头和铁铲等等的 简单工具 身上绑着绳 吊在懸崖腰间 懸空打洞 将一座座山撮开 收路中途遇到的意外多不胜数 例如塔坊、泥石楼 跌落沿崖 或炸山时出事故 高原反应引致的肺心病等等 都威胁着捉路官兵和民工的生命 其中单在着铁山的一个山头 就牺牲了300多人 当中包括解放军18军帝159团 三年的炮班班长张福林 1951年12月10日 在着铁山的工地上 年仅25岁的炮班班长张福林 在装炸药爆破时 忽然被跌落的巨石 扎中 倒在血泊之中 咳着血的他 对抢救的医生说 我伤得太重 应该不行了 不要为我打针 为国家省一支针 说完他指着自己的口袋 队友就在他的袋里 拿出紧如的四个半 他说请帮我交最后一次的党员费 张福林虽然年轻 但他已经是过经验的老兵 他参加过淮海战役 和太原战役 多次在战火里 死里逃生 但最后就在修建村葬公路 着移山段的任务上 以身殉国 战友后来帮他清理遗物时 发现他的背包里藏着 五次战功的公路证 一本日记和五包种子 他在日记里写 他说我要将幸福的种子 杀在西藏的高原 让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日记里还写着他的人生格言 他说 忘记自己 为人民 由民兵改做炮兵 又炮兵改做工兵 这是党的需要 听党的话 我由一个穷孩子 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交给党 永远跟党走 学好技术 做好工作 不怕困难 张福林用生命 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 和追求 所以他死后 被授予 冒犯共产党员的称号 追忌一等功 并且颁为 捉路英雄 2011年 张福林更被中共 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和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评为 60位感动西藏的人物 当年的鲜烈 就是这样 硬生生在峭壁上 开组出一条公路 而路通了 翻越穷儿山开车 只需要一个半钟 到了2017年 穷儿山更加开通隧道 从此 10分钟就过了这个山 匆匆10分钟的车程 有多少人会记得 今天的便利 其实是鲜烈用巨大的代价 换回来的 除了开狠道路辛苦 在无路 兼且环境恶劣的情况下 物资的运送 亦是一大问题 新中国白费待兴 后勤能力很薄弱 所有运输 全靠劳马 和民工用人海战术 和人育来搬运 但是西藏道路狭窄 汽车只能去到雅安 剩下的补给物资 就要靠人和马 攀山越岭 用背来运送 而最简单 最必要的 就是食物 想象一下 捉路大军有10万人 1950年 西藏 还是很穷 很贫 如果忽然有10万人来采购 当地的物资一定会紧缺 价格一定会上将 所以 解放军 坚持一个 不吃地方的政策 即是 所有的食品和日用品 全部都是自己带来 不用当地 不吃当地人 以免当地的老百姓 造成影响 于是 捉路的战士 除了带工具 还要自愧饮食的东西 在这个情况下 自然供应不足 战士经常要挖野菜 和捉地鼠来充机 由于长年没有菜食 又缺分多种的维生素 所以 很多曾经参与捉路的战士 都得了一些后遗症 好像夜盲症等等 资料显示 当年收捉这条村葬公路 一共用了2亿多元 历时4年多 竹铺的路有377万平方米 建的桥就有430座 这么巨大艰险的工程 全靠人手作业 在中国公路建筑史上 前所未有的奇迹 当年的战士 在昌林弹雨中行传 迎来了新中国 但他们未享受到 打天下的成果 又在建设新中国的路上 献上生命 看回这段历史 我脑海里面 冒出人定圣天四个字 而这四个字的背后 背负的 就是几千条 生命的奉献精神 真实 而沉重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有够 下星期我会继续在K2搜寻 和大家讲新的故事 拜拜